4月13日,德国一家法院判处一名俄罗斯研究人员 因监视欧洲的阿利亚纳太空发射器项目 而被判处一年徒刑缓期执行 法院判决称,这名男子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 多次将研究项目的信息交给俄罗斯外国情报局的一名处理人员 该审判将焦点放在了俄罗斯在西方的情报活动 该活动已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 因为莫斯科称之为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 该行动于2月24日启动 当俄罗斯外国情报局处理程序找到它时 它曾在航空研究中心奥格斯堡大学担任研究助理 奥格斯堡也是下一代阿利亚纳6号运载火箭大部分制造厂的所在地 莫尼黑法院表示,俄罗斯外国情报局处理人员 假装他为一家俄罗斯银行工作,需要私人投资信息 该男子不确定他是在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 尽管他有自己的怀疑 尽管他有自己的怀疑 尽管他有自己的怀疑